1390年,朱元璋决定搜查陈德的家 陈德的孙子陈子善,年仅八岁,勇敢地问道 我爷爷为了拯救皇帝而重见 我父亲也为国家献出了生命 你们为什么还要搜查我们的家呢? 朱元璋得知这个问题后却回答说 我没有灭掉他的九族 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之前 与陈有量、张世成和方国珍进行了多次征战 从最初投靠郭子兴开始 一直到1368年建立大明朝 期间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争 朱元璋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从一个乞丐成为开国皇帝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令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其中一次他得到一位将军的舍命相救 才保住了性命 这位将军就是陈德 大明朝的开国将军 陈德来自安徽凤阳 与朱元璋是同乡 在朱元璋攻下定远后 他加入了起军 与朱元璋一同南征北战 正所谓救驾功高 历来都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荣马如云 多次面临危险 而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 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朱元璋一直以来对有功之臣奖赏有加 对贪官污吏则采取铁外手段 大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丰受了34位公爵 其中启国公曾经为救朱元璋挡下酒剑 保住了他的性命 然而启国公的后代却因为胡为庸案而遭到牵连 朱元璋下令说留下启国公的孙子吧 启国公陈德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家里只有几亩薄田 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为了生存 陈德不得不投身军队 反抗元朝的暴政 幸运的是 陈德遇到了他一生的主人朱元璋 并加入了朱元璋的部队成为士兵 随后 陈德参加了除州战斗 并跟随朱元璋攻克了河州 宁国 常州等地 官之逐渐谨升 到了治政23年 朱元璋与陈有亮之间的紧张关系 达到了顶点 双方在江土交界处不断争斗 陈有亮自认为拥有强大的水军 并位于朱元璋的上游 于是他想承舟而下 消灭朱元璋 虽然朱元璋的实力不及陈有亮强大 但他决心将陈有亮击队 在这段历史记录中 陈德身边有着如下描述 从前来源南昌 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颇阳湖战役 并成功俘获了水寨姚平璋 陈有亮的船队顺着长江而下 在颇阳湖相遇 战斗即将爆发 这时陈有亮拥有60万水军 而朱元璋只有20万水军 陈有亮的舰船不仅规模庞大 数量也多于朱元璋 面对这种明显的劣势 刘伯温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项巧妙的策略 即高价收购颇阳湖附近的粮食 陈有亮虽然拥有众多士兵和船只 但他们也需要粮食来维持战斗力 而船只的行动离不开人力 刘伯温的计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使得陈有亮陷入了劣势的境地 尽管他的水军数量众多 陈有亮的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后勤不给不足 士兵们鸡肠碌碌 这个时候他迫切希望与朱元璋进行决战 而朱元璋却选择了与陈有亮 避免正面交锋的策略 准备在鄱阳湖上消耗陈有亮的力量 指派前小部队偷袭陈有亮的军队 这种打一平一的战术 使得陈有亮左右为难 陷入了频繁受击的境地 在康廊山战役中 陈有亮终于找到了朱元璋的水军主力 立即下令全军出击 陈有亮的部将张定边 发现了朱元璋所在的主舰 迅速朝他冲进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祖的舰船搁浅了 但陈德勇猛作战 不退缩 身中九箭 张定边率领水军发动进攻 而朱元璋的主舰却搁浅了 在短暂的瞬间 张定边的战船射出了数百只箭矢 陈德看到局势危急 为了保护朱元璋 毅然冲到他的面前 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那些箭矢 就在援军赶到 驱逐张定边时 陈德已经身中九箭 岌岌可危 幸亏军医全力救治 他才得以幸存 朱元璋抱着昏迷不醒的陈德 深感感激 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他心中充满了对陈德的敬佩和感激 明白如果没有陈德舍身相救 自己可能早已被乱箭射杀 大明朝也将无从兴起 随后 陈德恢复健康后 继续为朱元璋南征北战 朱元璋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 对陈德给予了极高的待遇 他先后封陈德为定国上将军 临江侯等封号 使其在朝中地位高于其他人 朱元璋成功击败了陈友谅 张世成 元朝等各股势力 正是登基为帝 对于自己的救命恩人 朱元璋充满信任 将陈德封为启国公 成为明初三十四公爵之一 明朝建立后 陈德继续为国家奋战 负责明军的训练事宜 并多次出征委员 红五十一年 陈德在军营中不幸去世 朱元璋悲痛欲绝 追视他为定将 朱元璋命令将陈德安葬得体 为了继续照顾陈德的家族 朱元璋封陈德的儿子 陈勇为林江侯 并给予他优待 然而 两年后 胡维雍案被揭露 胡维雍被捕 并处以死刑 案件牵涉广泛 事实上 陈勇在西征时受到了冤犯 心怀不满 并受到胡维雍的唆使 成为胡维雍的通道 然而 当胡维雍案发时 陈勇的罪行还并未被揭示 世人并不知道他与胡维雍的勾结 红武二十年 陈勇跟随冯盛出征北渊 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年仅三十一岁 陈勇去世后 绝未传给了他七岁的儿子陈子善 一年后 陈勇与胡维雍勾结的事情被揭发 朱元璋对胡维雍深感愤恨 命令将陈家全家抄家 准备诛杀陈家人 朱元璋将八岁的陈子善带到面前 这个小孩子没有哭闹 静静地看着朱元璋 朱元璋从陈子善的眼神中 仿佛看到了陈德为了救他而舍生忘死的情景 他感受到了那些见识刺入肌肤的痛苦 朱元璋心中犹豫了一下 举起手中的屠刀 但又默默地放了下来 他对身边的人说 临江侯陈雍与奸臣胡维雍勾结 理应灭族已是成见 但考虑到陈德曾经救过朕的性命 朕决定留下他的孙子 陈德以身重 久见的代价 换回了陈子善的生命 也算是一种福报 尽管陈家被抄家 陈子善失去了爵位 但与胡维雍和蓝玉等人相比 他的结局可谓是好的多了 陈德的英勇行为救了朱元璋 功勋非常显赫 然而朱元璋的做法 令人感到冷酷无情 陈德对于大明江山忠心耿耿 然而他去世后 朱元璋却抄家处置了他的家人 这让曾经辅佐他的忠臣们 感到非常心寒 考虑到朱元璋的性格 他通常会杀死任何参与谋反的人 然而他却选择留下陈子善 这显示出他对陈德的救命之恩 仍心存感激 如果陈德在九泉之下有之 他是否会后悔舍命救朱元璋 这是一个无法得知的问题